比如说带你的女朋友去见父母的话 那父母从什么方向或者什么事件上面来考量这个女生的人品呢 因为考虑人品 它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相处才能更加彻底的了解一个人 就是可能需要就是慢慢的接触 就会发现一个人的优点或者缺点 理解了 那比如说那你的意思就是比如说他需要跟你的父母一起出去玩 或者说多进行一段时间的相处才能让你的父母去观察他的这个人品对吗 其实主要还是我跟女生相处 我跟女生相处久了 我自然知道女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然后到时候父母见个面大肆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我很理解2号问的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接受或者讨厌对方的往往是性格 可能你会有点爱占小便宜 说话有点不拘小节 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性格呀礼貌这方面的 所以我们经常跟父母也是自己也是 我们考量对方的时候 多考察一下他们的家庭的基本情况和他的性格 对 孟老师说得很对 比方说之前有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的 就是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一起去吃饭 她是一个女生嘛 服务员上菜的时候 就正好把她那个裙子弄脏了 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女生就其实特别善良 人也脾气特别好 但是那天她真的是对服务员特别的严苛 就是让服务员就赔她那个干洗费用 就通过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女生就是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就是下降了很多 确实在对待服务员的态度上 这种以止气使啊 以上是下 肯定是人格上面有问题的标示 但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呢 具有一定的争议性 你刚才提到了是女生穿了一条裙子 然后把汤撒在上面之后 女生坚持要到了一个干洗的费用 因为其实那服务员 其实当时是很客气的 说不好意思啊什么 他说如果你要去洗的话 我可以帮就是出点钱没关系 这个女生这个出的价格太高了 这干洗她要 当时她要了别人大概差不多400多块钱 对 你补充这个细节就好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的女生恰恰会想到 你把我的裙子弄脏了 然后我需要你来赔偿才是平等的尊重 对啊 如果她上来说 我的同事弄脏我肯定让她赔 但服务员你就不用赔了 有的时候不用赔 才是一个以上是下的一个态度 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刚才一瞬间 可能有女生会觉得 那你把我裙子弄脏 我捍卫我干净裙子的权利都没有吗 这恰恰也是平等的一种表现 13号 男嘉宾刚才说到就是对服务员的态度 我记得我之前很就是很犹豫 要不要跟一个男生交往 然后我就去问我叔叔的意见 然后我叔叔就说 你可以看他对服务员的态度 有一定程度 就是结婚之后可能他对你的态度 我们有的时候看看我们亲近的人 对待陌生人的态度 是对他基本人品的一个考量 我有说到人品这个词 我们看看我们的女朋友 我们的男朋友对待服务员 对待那些为我们服务的 陌生人的态度 是他一个基本教养的考察面 你叔叔说的是有道理的